早上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他就说一心姐 我从某一个网贷平台借了款以后 我没有想到好几个网贷平台都给我打电话 我严重怀疑我的信息被泄露了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就是说这个姑娘一看她就是涉事为生的 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大数据时代 就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隐私可言 像我们现在平时用的这个手机吧 就是我们可能日常跟朋友对话聊起的一些话题吧 然后这个手机它都是由这个语音识别功能 甚至它有可能都会窃取那些隐私的 就是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呢 都随时可能我们的这个隐私都会被泄露了 不要去失望着或妄想着 我这个这是属于我的隐私 我不希望让别人知道 因为你处处生活在一个隐私已经早就被暴露 或者说已经你的这个个人隐私 个人信息被某些诈骗集团买过去 他们专门为你定制的某种诈骗套路的这样一个风险下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它不光是仅仅你说我从一个网贷平台 我借了款我没有去别的网贷平台去填写资料 为什么别的网贷平台还会给我这个就是说 发这样的一个信息货直接给我打电话呢 因为他们很多这样的一些利益链条这个机构 他们实际上可能有些内部的人是专门通过 卖这样的一些数据啊 这样的一些个人信息 然后他们去连财的 你比如说我在某些地方 就购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我的这个信息会泄露 所有的东西地方 它都会让你去这个登记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就是从淘宝上呀 从新多多买东西啊 你这些个人的这些收货地址呀 不知道被这些快递站给卖了多少遍了啊 早就已经很多遍了 你就不用想你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 你一想防止这个时代有可能你会被诈骗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一些陌生电话不要接啊 那么明明清明的短信就不要去看啊 不要去相信 有的时候我经常讲这样一些防骗的套路 那我自己也是震惊百战被骗过来的 也是被这个社会毒打了好几遍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为了提高警惕 只能对它进行各种的筛选 你包括你就是 你百度啊 你去这个定制化的这样一个查询 甚至你获取过来的信息 你也要提高十分 甚至说百分的一个警惕心啊 我是一心姐 喜欢我 记得点赞关注哦 没关注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